同方是中方代表队的王小伟 男方是越南国外队阮文俊 在第一局的比赛当中啊 这个王小伟发挥说的这个 快速猛猛的特点 在比赛刚开始前二十秒钟 就KO了对手 因为在规则当中修订过之后 就说在一场比赛大功中 只要你三个KO对手 就是优势过胜 现在这个阮文俊也知道 护肃自己的头部漂亮 漂亮 拼腿法 阮文俊这一块踢的比赛大 肯定挺好 这就好看了 王小伟的这个拳法 阮文俊现在好劲来了 阮文俊其实有一个非常熟悉 高队阮的拳点 跳 第二局比赛 我们看到现在这个阮方 就是阮方队员阮文俊 开始进入喊击了 他用了后手直转看 他不是很多很快 但很重 另外利用他那个低边腿 然后明显和第一局比赛 结果同打 这就是一种经验 阮文俊也是一个老运动员了 这个非常有经验的场上选手 这场上现在这个 虽然这个激烈成果 没有第一局激烈 但是这个 镜中有动 动中有镜 激烈赛 激烈的场面 移住即发 电视观众可以用数字一 来预测 中方代表对胜 用数字二 预测 预测国家对胜 所有发展性的观众当中 会有一位获得一辆中家合资深圳开户的轮轮 漂亮 这个这个软文俊很聪明 因为我们这个归得云姊 这个接他以后有另一个动作 他接他以后 呱以后手直拳 是很重的 到这个第二局 发生的后半段 双方都为了保持体能 进攻节都放慢了 因为他知道后面还有第三局 还有三分钟的 对第三局最后就跟那个白米 最后有个冲刺 是啊 红方 红方进攻 红方怎么进攻 这一局打得有点消极 对 这局比赛是蓝方那个 软文俊打得不错 好 那么第一局比我说是 红方 啊我战修什么 第二局现在是 蓝方 软文俊战修是 红方 停 好第二局时间到 这是双方在第三局比赛当时 开始反扑了 哎 这一场应该是最最凶猛的一场比赛 对 看这种速度啊 从双方速来看现在这个红方的越年轻 王教委 他只有18岁 速度非常快 对 速度非常快啊 这种速度一般人根本就反应不过来 是啊 这是他一个特点 好 世间万招皆可破唯快不破啊 嗯 双军 行 是 但是现在这个蓝方啊 老龄 你看他就一锤一锤一锤很实在但是出现太少 他自己点出又得了就不少 是 卡住了 你记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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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记得 你的 你记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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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还有一分十秒 还是过于几阵 到最后时刻了 还有一分钟 还有四十秒 第四场比赛结束 力量不足 但是越南选手的这个 确实这个打拼的精神 确实这个非常敬佩 对 刚才后手之间很漂亮 现在双方就在比赛难门中 组合拳太少 就是一拳是一拳 要有一种组合 要腿要后十秒 然后之后呢 12秒钟 全场沸腾了 几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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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走 上车 打上 打上 跳 来 红方 比赛结果 红方上 好小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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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可以